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说实话 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 其实是有五个人的 在我们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那么它发生在我们体内呢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但到后来的情况 可以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疼痛 甚至威胁我们的生命 55岁的王女士 在家中做家务时 后背突然疼痛难忍 全身就像瘫痪了一样 完全动不了 家人马上把他送往医院 虽然医生马上安排王女士 进行了详细检查 但是当医生拿到 王女士的CT影像时 却看到了一个 让他惊讶的结果 CT片上 王女士的腰椎骨 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一块 正常的腰椎骨应该有六块 可王女士的CT影像上 只能看见五块 有一块骨头就这样消失了 一块好好的骨头 到底去哪了呢 医生再一次对患者 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结果却让人惊讶 在模糊的CT影像中 医生在其中 发现了一块很特别的骨头 扁得像一块铜钳 被死死地夹在 两块脊柱的中间 难道这就是那块 消失的腰椎骨吗 而更恐怖的是 王女士就在十天之前 刚刚接受过 腰椎骨塌陷的治疗 短短十天之后 同样位置的骨头 又突然消失不见了 它的体内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 骨头消失的情况呢 那太奇怪了 十天前就很好 很舒服的就走了 十天之后带着剧痛又回来 这肯定中间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近期碰到的一个病例 那么大家看 这就是他身体里 那个被压得非常扁的 骨头和这个骨头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 得不到治疗的话 这个病人会发生 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 骨折那应该是 咔啪一声 那才叫骨折 它只是 变窄了 没有声音 或者是 无声的一个压缩 那么这也是一种骨折 我们叫做压缩性骨折 你说的咔啪 是这个常古的骨折 所以这种骨折 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它是一个 静悄悄发生的骨折 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出现症状的那一天 才知道自己 有了骨折 而且非常严重的症状 那个时候 已经是 一骨折成千块 黄医生谈到的压缩性骨折 是一种毫无征兆的可怕病症 原本坚硬的骨壳 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压缩变形 当症状表现出来的时候 已经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难道这种病症 就是月月提到的 沉默的杀手吗 我觉得真是长知识了 还有这种静悄悄的骨折 叫压缩性骨折 那肯定是我们看到 这样的锥体看似很结实 但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了 那么一旦出现问题 我们这么致密的骨头 到底会有多脆呢 大棒主 你带来的吧 不是 这个是真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那我们来演示什么呢 好 师弟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们骨头究竟能够脆到什么程度 左手边呢 这是一个正常的骨头 我们可以看 这个拿刀是切不动的 拿勺子敲一敲 铿腔有声 非常结实 我们身体里正常的情况下 骨头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经过咱们特殊处理的骨头 如果说是被这种隐形杀手缠上的病人 它的骨头有可能变成这样 大家看一看 拿勺子轻轻地一压 这是山药吗 像是豆腐 好软啊 这样的骨头肯定是吃不了力的 轻轻一压 一个喷嚏 轻微一个暴力 就蛇了 骨骼本应该是我们体内最坚硬的部分 它居然会变得如此弱不禁风 如果支撑我们身体的骨骼都变成这样 不难想象 连站立行走这些最简单的动作 对我们来说都将变得奢侈 上台之前的导演特别告诉我说 这两根骨头在处理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长短粗细 包括致命的程度 但是经过特殊处理之后 我们看到这一盘就像是土豆泥一样 没有任何支撑和谈坚固 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里 可以想象我们身体支撑我们的这些骨头 如果一旦变成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 没有骨气了 那么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说的静悄悄的杀手 它就是骨质疏松 提到骨质疏松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但是在我看来骨质疏松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 年纪越大 然后呢这个骨质疏松的程度越厉害 所以呢至少目前我们台上四个人都不用担心 月娅阿姨你不担心 不管谁叫阿姨 小远我觉得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呢 实际上也应该开始防范骨质疏松了 骨质疏松这个听起来很熟悉 但是想要去判断并不是非常容易 因为我们的骨头在里面 外面有我们的这个肌肉啊 有皮肤啊 这很难判断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非常实用的方法 就是用看就可以看出谁是骨质疏松 对 真的吗 我们可以总结一个方法叫做四看一摸 嗯 还有摸 不是先看吗 好了您看师兄这么感兴趣 您就赶快告诉咱们这个四看一摸 骨头深藏于我们体内 那么怎样从外表上判断一个人 是否得了骨质疏松呢 今天大一生将教您判断的绝招 四看一摸 只要掌握了诀窍 普通人也可以轻易诊断出自己 或他人是否患有骨质疏松 先请上两位观众 好啊 我来判断一下 那我要提一个要求 这两位观众必须是年纪一样 如果是年纪相差很多的话 那我也会判断 我们找两位多美 来掌声欢迎 我们来欢迎两位女观众 先来问一下两位是不是年龄相仿 请问您今年方林 50您呢 这算是年龄相仿吧 一位50一位49 另外就是要看 年龄相仿 要看他们身上一些特征 到底谁骨质疏松呢 大家也可以看看 我觉得我们这位阿姨肤色偏白一些 这位呢稍微黑一点点 我觉得黑色的致命 白色的稀疏 这是我的判断 两位观众一上台 我就已经看出了 这位穿蓝色衣服的观众 他的口头呢相对疏松一点 不相信的话 我们现场就可以查一下 可以啊 来来来来 我们请两位观众到这边来 我们有专门的仪器 黄医生只是看了一眼 就判断出蓝衣服的阿姨 骨质相对较差 她的判断是否经得起考验呢 两位阿姨在现场 接受了专业的骨密度仪检测 检测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这台机器上显示的呢 穿蓝衣服的观众 这个骨密度的是负1.1 那么这台机器呢 可以看到是负0.5 那么正好是验证了 我刚才的一个假设 就是蓝衣服的观众 这个骨质更相对输出 掌声感谢一下黄医生 还有小远的操作 来 谢谢两位观众 咱们台中见请 谢谢两位 王晨刚 我说对了 就是白的稀疏 黑的致密 所以我说看肤色是有道理的 对吧 黄医生 月月说对了一半 其实上我们还是看另外一样东西 但是同样都是在脸上的对吗 对 我提示一下 是在脸上 看脸 不是看肤色 对 我离日比较近 我感觉是 这位蓝衣服的阿姨呢 她的皱纹稍微多一些 师兄 那叫岁月的痕迹 岁月的痕迹 非常具有美感和智慧 对啊 这是阿姨幸福了 爱笑 笑出来的鱼尾纹啊 对 是你也挺幸福的看起来 那么陈刚说的对 这就是我们四看中间的 第一看 看皱纹 真的是看皱纹 对 也就是说 皱纹越多 骨质越疏松 是吧 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看脸部的这个皱纹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在眼部 皱纹越多 骨质越疏松 还好我几乎没什么皱纹 我觉得年轻就是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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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阳老师 来 你面冲前方 来 盛阳老师给推个特写 看着脑袋 脑门跟手风琴一样 看着这褶子 看着法令文 你笑一个 王成刚 你笑一个 你呀 真的很多皱纹 真的很多 你看小远就没有 像包的壳的鸡蛋一样 小远 你不要着急 等你到月月姐这个碎纹 到月月阿姨这个碎数的时候 自然就会长皱纹的 我们要再来一轮测试 黄医生你看啊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镜头的补助 就发现了 王成刚的皱纹 就明显多于小远 那如果按照您的推论的话 测这个骨密度 那就应该是王成刚 骨质疏松 我非常相信 这个成刚的骨头 可能不如小远 不信我们再测一个 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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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不可能 我是出了0的骨头 走 快点 看皱纹 真的能够准确判断出 骨质的优劣吗 现场两位大医生 皱纹多少对比鲜明 这是否真的能反映出 他们内在的骨质情况呢 这个成刚的结果是 负0.4 那么修远的结果呢 是0 就是0 那么从这个骨密度 移上的显示来说呢 我们说成刚的骨头 就比修远的还差了一点 是这样 也就是说褶子多 果然骨质疏松啊 谢谢王大夫的配合 刚才听到这个 黄医生说了一个结果 说王成刚是负0.4 然后小远是0 我去年测的时候 我是负0.1 到底这个数字 我们有没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几到几 就证明你是骨质疏松了 我们在负1.5以上 就是超过负1.5以上 都认为是正常的 那么在负1.5到负2.5之间 这个距离认为是骨量减少 那么少于负2.5以上 我们定义为骨质疏松 那么黄老师 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皱纹 是怎么和骨密度挂上钩的呢 脸部的皱纹在表面 那么我们骨头呢 在我们身体里深处的 这两个东西挂钩 是因为同一个东西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你问我就行了 来吧 把这样东西拿上来 看看大家认不认识 这个神奇的物质 就在我手中的小碗里 这种东西呢 就是模拟的 我们身体当中 非常重要的 胶原蛋白 对 每一个女孩子 都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没有这个 我们的脸就扁下去了 然后我们的皱纹就产生了 因为胶原蛋白断裂之后 皮肤的这种饱满的感觉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说 皱纹的产生 就是因为我们丢失了很多的胶原蛋白 所以出现了勾勾赫赫 对 我明白了 因为我们的骨头和这个脸部的皮肤 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我们的骨头中呢 含有这种骨胶原 是的 我们的骨头中 大家都知道是有盖的 那么我们盖呢 就像这个砖头一样 那么把这些盖绑起来 粘起来的东西呢 就是这种胶原蛋白 相当于盖房子 是用的水泥 那么其实上 我们的皮肤和骨头里面呢 这个都有这种胶原蛋白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当我们岁月流失的时候 这两种东西都在消失 所以说在表皮上 我们看到我们的褶皱越来越多 那么在骨头里面 我们其实是骨头越来越松 这就是我为什么看皱纹 就能知道骨头的情况 实践证明 看皱纹的方法 确实可以判断出人的骨质问题 那么人身上哪些部位的皱纹 最能体现出骨质问题呢 一般的情况下 侧几个部位 那么最明显的 我们一打眼 就是看脸部的 这个眼部的这样皱纹 那其实呢 我们还有身体里其他的这个部位 我们可以给大家呢 演示一下 好 来画一画 现在场上是六个人 又多了一个 我们要结合这个人的模型 来告诉大家 长皱纹 尤其是皱纹非常密集的地方 可能相应的这个骨质 疏松的程度 也比较厉害 咱们先说 先说脸 脸部 对 眼周围 还有这个嘴角周围 这个眼角周围 嘴角 是吧 这是我们两个地方 最容易看的 法定纹 对 可以 抬头纹 抬头纹 抬头纹可以 而且大家还注意要 自己跟自己比较 就是说 比如说今年和明年的这个 这个比较 这个可以让别人家里比较熟悉的人看一看 拍照片啊 最好的比较方法是什么 就是证件照 这是我看国外一个节目 把一个人十年 每年拍一张证件照 放到一块 就明显发现 他有一个中风线照 那个是证件照发现的 但这个可以发现一个 骨质疏松的变化 也不错 如果您家里有若干年前的证件照 跟最近拍的一比就能看出来 我们叫做自身比较 非常透明的办法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看脖子 大家在自己可以看看周围的观众 我们这个脖子在这块 全是这个这样的皱纹 而且这个脖子是特别暴露 女性年龄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家也是家族遗传的颈纹 非常的重 大家可以看看身边的很多女性 就是这个颈部的这个皱纹 比较少的就会显得相应的 会年轻一些 那其实另外有一个地方是非常方便 不但看我们还能测是什么 手腕 我们可以看到在手背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来现场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里拿的呢 是医用的游表卡尺 那么我测一下这个成刚的 一般是在右手 那么右手呢 在手背 可以看到呢 在手背呢 我们叫无名指 在无名指这个关节下面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用手呢 轻轻地提起这个皮肤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只把皮肤提起来 不能把肉提起来啊 就侧皮的距离 那么成刚的数值呢 是3.2个毫米 因为我揪起来的 大家知道啊 是两层皮 是吧 两层皮肤 二皮脸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 我们要把这个数值呢 除以二 所以成刚的值呢 它的皮在手部的是 1.6个毫米这样厚 那我们科学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1.6以上 都算是正常的 那么到了1.5 要小心 有可能股量减少 如果要小于这个1.5 或者是到了1.4 1.3的话 尤其到了1.3的话 有可能发生了骨质疏松 您的意思是皮薄了 就不好了 对 皮薄了是不好了 它意味着胶原蛋白的大量丢失 对 皮薄了就少了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 还有侧的比较准确的地方 是什么 是我们的宽部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皮皱 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啊 那么这个位置呢 我们知道宽部骨折 是骨质疏松三大骨折之一 这非常严重 那么如果一旦发生 宽部的骨质疏松骨折 是提到了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 是非常严重 据说这个地方骨折 人要卧床 要制动 而且是住院的时间会比较长 然后会伴随很多的恐怖的并发症 其中有一种叫做肺栓色 这是坠机性肺炎 就是因为这儿有这个骨折之后 然后这个血液会发生变化 容易形成血栓 长时间不动 然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 这个血栓会脱落 然后卡到肺里就出现 很严重的肺栓色 但实际上在急诊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并发症 这个是非常快的 就是骨盆骨折 出血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骨盆骨折出血的时候 最多可以达到1000毫升以上 那很快的 人就失业性休克了 骨质疏松它最大的害处就是骨折 我们要防骨质疏松 也就是要防止骨折 那么它一般有三大骨折 我们腕部的这个饶骨远端的骨折 刚才讲到的腰椎压缩性骨折 还有最为严重的宽部的骨折 一旦发生宽部骨折 有40%的人 一年某一项生活他不能自理 而且男同志 如果发生宽部骨折的话 五个中间有一个人 可能在一年之中就死亡了 这么高的死亡率 那这个地方要保护好 的确是我们要保护这个位置 尤其当我们摔倒的时候 那么我们又有一种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秋裤上 我们的衬裤上给它加厚 这样我们摔倒的时候 可以缓冲一点 今天我们准备了秋裤 我们让月远先给我们捡几块布 然后让我们两位大医生来缝一缝 对 缝一缝 真的吗 保护宽部小窍门第一步 找到保护位置 我们把它保护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骨秃 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比较一下 就在这个兜 兜的这个位置 保护宽部小窍门第二步 剪出一定厚度的布片 你看我们这几片布的 大概这个厚度得有 8毫米到1厘米左右的厚度 保护宽部小窍门第三步 将铺片缝到秋裤上 好 大家鼓励他们一下 哇 好想看 我给你让开小远你们 我们外科医生的基本功啊 对啊 这个穿真引线 大家看他们缝秋裤是怎么样 男生做针线活 王正刚 你就是缝被子吧 你这个 我真的 我第一次在舞台上 对你有好感的 因为你让我想到我姥姥 来 10秒钟倒计时啊 9 8 7 6 5 4 搞定 大家鼓励一下 以前晚上认为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是 他俩都居然缝上了 而且比较不标准啊 这个 大家想一下啊 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 当我们倒下的时候 它还是有点作用的 虽然我们今天现场 实际很仓促 但是两位男医生 缝出了很新潮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的场外观众 心灵手巧 能够给家人做一条爱心的 防摔倒的这样的保护裤的话 欢迎大家 拿起针线来缝一个 缝好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拍下照片 at我们 我们的官方微博的网址 就在屏幕的下方 我们期待很多 爱心作品的呈现 掌声送给两位导致的声 其实让我们说 四看一摸 我们刚才是第一看 我还有更绝的招 刚才我们看的是皱纹 现在要看什么呢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请几位上来看看 好不好 我们请这一排的这四位观众吧 好不好 谢谢 好 好伸手 阿姨这个伸手 一定没有骨质疏松 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这四位观众 哪一位可能是骨质疏松呢 那么他们一上台 我就已经看出来了 大家看一看 要我说 我就直说了 好 我觉得我们 这位男士 可能会有一点点骨质疏松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这位男士呢 这个头发的量 少是吧 对 没有程刚那么茂密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相关性 回答完毕 月月说对了一半 它是跟头发有关系 但是呢 不是说量的问题 而且你说的呢 答案是反的 我呢相信 这位男士 男观众 他的骨头是最好的 对于男同志来说 我们看到那个头发少了以后呢 证明他的雄激素比较多 比较旺盛 比较旺盛 那么 那么头皮呢 它分泌的油脂就比较多 所以说头发比较少 但这种雄激素呢 恰恰是我们一个身体的 对我们骨骼是个保护作用 所以说我们头发越少 骨头可不一定是越少 有可能是越多 好吧 好吧 那还是有好处的 嗯 好 我觉得呢 是不是 这位男士 因为他的头发是带卷的 和修演差不多 比比的意思 就是卷头发好看吗 好看自然 骨头就不那么硬吗 我们这关系次来一转 那外揉内刚 里面的芯是硬的 陈刚的意思呢 就是说 头发软 比较软的时候 可能骨头就软 是不是这样 对 你觉得这样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它没有关系 就是说 不是说头发越软 骨头就越软 没有相关系 哦 好 那我们就看看颜色好了 黑头发 黄头发 和白头发 那我觉得 白发 白发会骨头疏松 那么月月说得非常正确 我们看头发 的确是看颜色 而且是看白发 那么我们有一个科学统计啊 那么对于我们 就是四十岁的人来说 那么头发如果是越白的话 它骨量可能是越少 那么四十岁的人 白头发里面 甚至骨质疏松的量 能达到百分之五十 一半的人呀 一半的人 这种现象呢 对女同志来说 更加准确了 对男同志呢 可能还差一点 我们男同志 有很多是少白头的 但是这个现象呢 对男同志差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明显 明白 对于女性来说 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的 来说 在四十岁左右 我们看头发的 花白的程度 来判断她今后的 骨质疏松的程度 那我们就展示感 接下来我们跟四位观众阿姨 要关注一下您的骨骼健康 好吗 谢谢 谢谢四位 那么我们皱纹也看了 头发也看了 下面是不是该摸了 程刚一直惦记着要摸 好 我们让她来摸一下 你来摸我这 你放了多少钱让我摸 很厚 看着像个什么鼓鼓囔囔 这什么东西 像个鞋跟一样 很硬是吧 是一副牙齿 这是一副假牙 我们第三看就是 看牙齿 就是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期 好像是说牙齿掉得越快 或者是过早地脱了牙齿 可能会跟这个中风的高危 因素有关系 不是 我们不是看到牙齿多少 我觉得是这样 牙越大 就说明它的钙越多 所以呢 就骨头越硬 就是我理解王正刚的意思 因为中医有一句话 说齿为骨之鱼 就是说这个牙齿跟骨骼是有关联的 这个骨骼的这个末梢 最最最最末梢就是我们的牙齿 好有文化 是真的 是有这样一句话呀 崇拜了 很有知识 那么我来揭秘一下吧 我们看牙齿呢 不是看多少 而是看长短 看什么 看长短 对 我们看牙齿的长短 黄医生 牙齿还有长短吗 有啊 肚子牙齿很长 是不是骨质疏松啊 叫你这个逻辑 大象骨质应该更疏松 我是说 人的牙齿 难道不是我们在换牙之后 我们长成了之后 这个牙齿就是那么 就是那样的一个高度了吗 难道还会变长吗 对 其实我们的牙齿啊 维持一个正常的高度 它不会变 但是呢 包扰着牙齿的一个牙草骨呢 它有可能发生骨质疏松 它会向下退去 就等于向水退去去以后 我们的牙就露出来一样 所以牙齿会变长 我们的一句话呢 在行业中叫牙长骨少 我们可以看这个假人 可以看到 大家知道哪是牙草骨吗 是这样 在这儿 就包扰着牙的这个骨头 这个就是我们的牙草骨 啊 对 这个骨头呢 是我们一个风向标 对我们全身的骨质呢 是一个有警示的作用 那么它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当牙草骨呢 发生骨质疏松的时候呢 它就往下退去 那么我们又显得怎么样 牙就长了 露出来了 我们的牙就长了 其实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 明白了 对 那我们一般退到多少 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呢 我们科学上给一个值呢 是0.6个厘米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牙齿 长了0.6个厘米 也就是我们牙草骨 退了0.6个厘米 就提示这个人 得了骨质疏松 大家就要关注了 那以后证件照 还得这样拍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 跟横向比较的 对对对 只有跟自己去比 比如说你的牙齿 今年是多长 大概去记一下 明年是多长 记一下 生活的好细致呀 所以一看皱纹 然后呢 二看的是头发 对 三看牙齿 好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四看 第四看 第四看就是看身高 骨质疏松的人呢 容易身材变矮 这个我知道 这个以前大家都提过嘛 就是说 人为什么越老越臭臭 就是因为我们的骨量丢失 然后一个一个椎体之间 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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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矮 还有人说 说骨质疏松的人 鞋号会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在黄老师这 我这观点成不成立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啊 就是说身材变矮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假人 他身材变矮了以后啊 他不光是提示 我们有骨头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我们这个呢 软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叫椎间盘 我们的椎间盘 在蜕变的时候 它的高度也是变矮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发现身材变矮了以后呢 也有椎间盘蜕变的因素 只有发生到一定值以上 我们才叫做可能考虑是骨头的一个压缩 那么这个值呢 一般是今年和去年来比较的 在三公分以上 我们发现自己的 今年的身高 比去年矮了三公分以后 我们就一定要关注 是不是脊柱的骨发生了压缩 如果身高降低三厘米 可能就是患有骨质疏松 甚至压缩性骨折的证据 如果不加注意 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哇 说的好可怕 我好想量一下自己 你确定你可以在现场量身高 我本来想帮你挡一下 你想说你现在也是明星了 一般明星这方面的数字都很敏感的 像你老号称你自己多高来着 一米八八 一米八八 万一刚才我们如果是同意了 你自己的建议量了以后 你才一米七二 电视观众多失望了 你觉得他有多高 我觉得这师兄应该在 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 说得很好 一人来高 你好帅呀 到此黄你有多高 是八四 一米八四 小远有多高 八零 八零 那我们就量一量完成高 这里最矮的就是你了 我给你起个外号叫 韩国名字 一米达 就是一米啊 一米的 上尺子玩 杨浪王成刚 你跟我叫什么 一米达 一米的是吧 嗯 王成刚你看着我多高 哇 有一米七五 好厉害 好你再目测一下 我的高跟鞋的高有多高 五六厘米吧 五六厘米多高 一米六八 真是有前途 自己站到这来 好 在这我要告诉大家啊 量这个身高 你要做到这个脑袋 然后肩膀 都得靠住这个板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标准量的时候 有几个点 一定要靠住墙 脚跟 膝关节的后侧 尽量啊 然后臀部一定要老老靠上 这是诀窍了 那么我们的肩膀 也要尽量地靠到墙 要站着好累 这是标准 那么脑后勺也一定要靠上 一定要把他这个蓬松的 头发压下去 加上这个有一米九了 他这个头发就是为了达到 一米九的效果 那把那个压下去之后 差不多 嗯 对 说明我的骨质并没有疏松 没有变爱 对 如果我们发现啊 自己在家里 尤其老年女性 量身高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 脚跟 膝关节后侧 臀部 这个腰和膝 都贴上了以后 但后背这个 肩膀这贴不住了 大家要小心了 说明什么 我们驼背了 我们身材变下 像前向问号这样发展 我们怎么努力 也贴不住的时候 哪怕差一点点的缝 贴不住了 我们都要小心 要去看医生了 是不是要发生不日松了 嗯 看到这个道具呢 其实让我想到 另一个东西 什么 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 这个每年 家长会给我测身高 然后呢 把每年的身高 刻在我们家的门框上 其实呢 我也想 跟年轻的观众朋友们 说一说 父母的年龄比较大了 我们也可以 每年给父母 测一个身高 然后也把它 刻在门框上 这样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父母的身体健康 嗯 好有爱的方法 现在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先看皱纹 再看头发 然后再看牙齿 然后再看身高 那么我们终于到了摸的环节 你等了很久 是不是 我是对这个触疹上 相对有兴趣的 因为看的话 我以前有设立 那么到底摸哪里 怎么摸呢 那么除了四看呢 我们还有一招就是摸 那么摸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的极柱啊 后面有一个结构 这是凸起 我们叫极凸 那么我们在皮肤上 就可以按到 从胸部这样 我们可以轻轻地按一按 如果有隐痛 因为这个非常表浅嘛 就提示我们 是不是有骨量减少 甚至发生 骨质疏松的危险 是这样 大家可以回去呢 可以试一试 在今天的节目中 黄医生向大家 传授了四看一摸 判断骨质疏松的方法 那么骨质疏松 是怎样侵害我们身体的呢 患有骨质疏松的人 它的骨骼又会出现 怎样的变化呢 讨论了半天 骨质疏松 我特别好奇 如果一根骨头 骨质疏松 非常严重的话 它里面到底怎么样了呢 那么其实我们骨头啊 骨质疏松的时候 大家想到疏松 就会像蜂蜂梅 但其实这些窟窿 永远它不是空的 它会有一种别的物质 天宠进去 就是说不是骨头 就是这种物质 骨质疏松发生时 一种可怕的物质 将替代我们骨骼里的钙质 那么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通过一根钙质 被严重侵蚀的骨头 现场的几位大医生 将为我们揭晓答案 哇 这要聚两年啊 小远啊 我的那个天哪 现在呢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 切开以后的骨质疏松的骨头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还能倒 从骨头里面倒出来的都是油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脂肪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脂肪呢含量非常少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骨头里面的脂肪呢 几乎是零 但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呢 骨头就越来越少 脂肪呢就不断地增加 常常听的人说骨质疏松跟钙最有关系 那就是说钙丢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脂肪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把钙补上去 把脂肪挤出去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呢 但是补钙对于防治骨质疏松呢 是最基础的 是最关键的 哦 那补钙 那太容易了 我作为养生达人 我做过几百期的养生节目 补钙 喝牛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但是如果这个牛奶喝的不对 不仅不会补钙 还会导致钙的流失 甚至这个牛奶啊 您都白喝了 喝牛奶是最有效的补钙方法之一 但如果和错误的食物搭配 反而可能造成体内钙的流失 那么牛奶和哪些食物搭配 可能会对补钙不利呢 一般来讲呢 牛奶都是在早餐的时候喝 那么我们就把大家早餐拿上来 看谁喝的对 早餐的搭配 像我这么洋气的人 我肯定是牛奶家卖片了 我是吃牛奶家包的 我一般是牛奶家全卖的面包 哦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小远的选择差不多 我们都会选择粗粮 粗粮跟牛奶搭配 月月和小远呢 选择都是粗粮 而且我们看她 月月选择是最洋气的 那小远呢 是一个很多人 也是这么吃的方法 洋气又心饱 而且还减肥呢 全卖面包啊 对 你们可能说 成钢选的是最土的方法 但是是最健康的一种方法 哦 我们从补钙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我们关键的问题是发生在骨类 尤其是全麦方面 骨类食物和牛奶都是对身体有益的 为什么在补钙这一点上 灵者的搭配却产生了反效果呢 骨类里面呢 含有一种物质呢 叫做基醇磷酸 那么这种东西呢 要跟我们食物中的钙 合在一起呢 就有可能影响我们的钙的吸收 您的意思是 像这样的穀物当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物质 它会结合那些钙 然后被排出去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跟麦片一起吃 跟全麦面包一起吃 就可能降低 我们对这个钙的吸收和利用 对 实际这一点呢 我们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注意到 即使是不跟这个牛奶一起吃 骨类里面这种基醇磷酸呢 也会影响我们的这钙的吸收 就是我们 即使单吃骨类的话 吃多了 全麦的东西吃多了 也有可能影响钙的吸收 所以我们跟牛奶一起吃呢 就更要小心一点 更要注意一点 虽然牛奶和骨类植物 都有益于人体 但是骨类中含有的基醇磷酸 却会不碍人体钙的吸收 这样组合不但不能促进补钙 反而会造成钙的流失 我在想 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不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 我仍然是可以通过牛奶搭配麦片 来获取我需要的膳食纤维和一定量的钙 但如果我是一个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人 我想要额外的补充钙的话 这个搭配可能就不那么合适了 这样说会不会好一些 非常好 除了牛奶之外 还有几种食物可以帮助人们补钙 它们的效果也是各有千秋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第一种 汤是吧 如果是五分钟之前 陈刚你会毫不犹豫地喝一口 但是五分钟过去了 它稍稍有一些变凉之后 发生了一点点改变 你看它上面开始出现了凝固的油花 这个时候汪陈刚就决定不喝了 因为你看到了油 但是就是这样的骨头汤 被大家认为是可以补钙的 曾经一度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是可以补钙的 骨头汤里面含钙是非常少的 就是它不能补的原因是 它本身含钙量就非常的低 低到什么程度 非常非常低 那么我们五百克 差不多这么一碗吧 一斤的骨头汤里面 可能只有一到三毫克的钙 非常非常少 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 我们知道每天要补钙多少吧 一千毫克才够我们身体的需要 那么我们算一下 可能我们需要喝一百碗 才能补上我们的钙 这样的话 有这么多的油 我们还没等涨上钙 已经开始中风了 所以就告诉大家 就是熬这个骨头汤 你喝下去的 只有一到三毫克的钙 而更多的是什么 是飘令 是脂肪 是那些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物质 所以就是我们再讲一次 这个骨头汤是不能补钙 但是会帮助我们长标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要是少喝一点 正常少喝一点 还是可以的 但是补钙不是它的目的 由此可见 这个骨头汤补钙 其实是一个事倍功半的这么一个东西 还不如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 有效 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 馒头 城市小馒头是吗 这个不是一般的馒头 这是一个高盖馒头 月月 你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仔细看就发现 这里面是大有玄机的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馒头 它里面塞满了黑色的馅 这是凍沙馅的馒头吗 打开看一下 你可以闻一闻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迈向差了一点 小元 看起来没什么实意 我知道了 闻了一下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这个是一种芝麻酱 但这个颜色是黑色的 这是个黑芝麻酱 芝麻酱不都是黄色吗 这就是由黑芝麻做出来的芝麻酱 这个以我的黑暗料理的初级手法 可能只能做成这个样子 大家勉强看一下 麦香好差好差 但是黑芝麻酱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就像刚才王晨刚说的 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常吃到的麻酱 就是火锅的时候会用到的那个小料 那个麻酱 或者是就是平时我们的家里会用的那种棕黄色的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黑色的这种麻酱呢 这个黑芝麻本身含钙量非常的高 100克的黑芝麻酱里面可以含1170毫克的钙 已经足够我们每一天的补钙的需要了 那么我们100克的黑芝麻酱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一勺是25克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所需的补钙量只需要四勺就可以达到了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以前说过这个芝麻酱里面含有脂肪还是不少的 是的 如果你想减肥或者你本身血脂比较高的话 这个对于芝麻酱补钙这种事情还是要慎重 所以我向大家推荐一道更好的菜肴 就是豆腐 这里有三种豆腐 这个呢是我们的北豆腐 这个是南豆腐 这个呢是日本豆腐 这些豆腐有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 实际上就是在制作的时候有区别 因为我们都知道豆腐是卤水点豆腐 对啊 所以豆腐才成型了 那么这个点豆腐用的东西呢 有一种是石膏 里面呢还有就是硫酸钙 另外呢这个卤水 实际上里面还有这个浴化钙 所以我们这豆腐里的钙是哪里来的 就是这个点豆腐用的材料来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豆腐哪一种钙含量高呢 就是我们点豆腐时候这个添压剂 哪一种用的多 就是哪一种它的钙含量就高 我们的北豆腐实际上是最硬的 我们戳一下 我们的南豆腐呢 还可以适中 这个日本豆腐几乎是不含有什么钙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北豆腐 100克里面含钙量是138毫克 我们的南豆腐里呢 100克里含钙量是116毫克 而至于这个什么日本豆腐 几乎没有什么钙 也就是十几毫克 所以呢我们如果为了补钙式豆腐呢 一定要吃北豆腐 越硬的豆腐越好 明白明白 可以做一个比如说拌的豆腐的凉菜 然后呢可以点住一些橄榄油 这样的话你也有钙 又不用担心过多的钠和这个脂肪的摄入 这样对来讲的话 这个料理就是健康料理 没错 其实呢补钙是一方面 不要以为这个补进去就完事大学了 关键在吸收 看钙能吸收多少 而且这个钙房子 就是说我们把砖都准备好了 摸起来 它不一定结实 对于我们的骨头也是一样 钙都已经补进去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水泥去把它粘住 它不一定是达到一个非常结实的效果 明白明白就是刚才黄医生讲到了水泥是什么 是胶原蛋白 所以光吃这些高钙的食物 不管用 至少说不能够起到百分之百的有把握的补钙效果 还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那可能很多女生说了 我知道胶原蛋白猪蹄里面有 提到补充胶原蛋白 很多人首先都会想到猪蹄 但是猪蹄补充胶原蛋白的效果真的好吗 几位大医生将为我们揭晓答案 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剧组如此慷慨 拿来了这么多 这可以吃一年了吧 我们吃这么多猪蹄 也仅仅是能补充差不多一天的量 所以说用猪蹄来补是非常难的事 这个也是一样啊 胶原蛋白没补充来 先中风了呀 的确是这样 那么我们差不多需要多少个猪蹄 能补充一天的量呢 十个 差不多十个 这个猪蹄再大一点 蹄再大一点 一个就吃饱了 猪蹄的胶原蛋白含量 并不足以满足人体每天的需要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食物 能帮助我们补充胶原蛋白呢 那么除了猪蹄之外 有什么其他的食物 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呢 这个显然不靠谱啊 是 对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呢 就是鱼皮 我们可以做一道菜叫做凉拌鱼皮 有听过 对 那么鱼皮里面呢 脂肪含量非常少 几乎是零 但是它呢 却能提供大量的胶原蛋白 王医生那个菜的名字说得非常清楚 凉拌的鱼皮 如果你是经过烹调之后的 比如你煎过的炸过的 那个鱼皮也是不能吃的 它会吸入大量的油 所以如果是凉拌的鱼皮 可能简单的 焯一下 熟了之后 就把它加上一些醋啊 调味汁啊 就可以吃 这种情况下才是零脂肪啊 做这期节目啊 其实作为女人更要了解骨质疏松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好像到最后出现骨质疏松很严重的骨折的老太太多过老头 就是我们这个绝经之后 磁激素就直接掉到了一个很低很低的这个树脂 基本上没什么保护了 为了保护人们免受骨质疏松的侵害 接下来几位大医生将向观众推荐一种神奇的物质 这些白色的粉末中 隐藏着让我们骨骼强韧的力量 它究竟是什么呢 王正刚 尝一尝 还可以啊 味道不错啊 是什么味道 鞭鱼 闻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像小时候的那种橘子汁 那种那种橘子汁的粉末 然后大家都问一下 这种粉末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骨头 那么具体说呢 是抑制我们的破骨细胞 破骨细胞 这我知道了 橙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它们是怎么工作的呢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这个骨骼呢 就是盖房子的过程 这个橙骨细胞呢 就是帮我们盖房子的 这个破骨细胞呢 就是很坏的细胞 它帮我们拆房子 然后当女性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 就没有磁激素保护了 所以呢这个破骨细胞 开始变多了 也就是说拆强度 大于了盖的强度 所以我们就开始出现了 骨质疏松 而这个神奇的粉末 就可以抑制 拆房子的速度 我们有的时候骨头是发生非常微小的裂缝 那么我们的破骨细胞呢就来修 它先拆掉以后我们再来盖上 但是在老年呢 尤其是绝境以后 它两个的速度呢 盖和拆都是加快了 但这个时候啊 盖补不上拆 就发生了骨血损 入不敷出了 那么这种东西可以抑制我们的这个拆的速度 讨论了半天了 这个黄色的粉末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黄色的粉末就是玉米黄制 听起来很高大上来 生活当中我去哪儿买这玉米黄制吃啊 其实咱们生活中很多食物里面都有玉米黄制 今天也带到了现场 来看看可以抑制剖骨细胞工作的玉米黄制 藏在生活当中的哪些食物里呢 非常的常见 比我想象中还要常见 我以为是一些什么罕见的食材 这个是菠菜 菠菜 然后冬瓜 玉米 还有这个橘子是吗 是 那么我们以橘子为例 那么国外有一个实验呢 认为我们每天吃四个橘子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骨头 那么比不吃的人呢 能够骨质疏中的发生率降低92% 哦 真的 菠菜也有这个玉米黄制是不是 菠菜也有 冬瓜也有 那我们猜一猜哪种食材里面 玉米黄制最多 因为它叫玉米黄制 非常聪明 那其实上我们排序呢 是玉米最多 菠菜第二 冬瓜第三 那橘子是第四 其实我们看到 柱上都是我们平时大家爱吃 而且常吃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营养均衡就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 全面健康的效果了 下个星期一 星期二晚上十点 只能收看北京卫视 我是大医生 下周一周二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